哈喽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穿心脸 越来越多人现在看到COVID-19很怕 人家讲什么好的药就吃 人家讲这个很好 这个穿心脸现在泰国卖到很火 要买那个保健品来stand by 一下 所以我来跟你分析我的想法 我本身不是中医师 可是我觉得穿心脸未必是适合你的 如果你在用穿心脸来去防治COVID-19的话 可能你越防你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来跟你解释为什么 第一点 我们先看穿心脸它到底有多么的寒 你要知道属性很重要吗 味道越重的食物 药性一定越重 味道越苦的药材或者食物肯定越寒 打个比方我们讲苦瓜 苦瓜是食物 它不是药材 可是苦瓜它苦不苦 它苦 吃凉的 假凉的 对不对 你觉得苦瓜苦吗 苦 可是你有没有吃过穿心脸整整的叶子 如果你有吃过穿心脸的苦的话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苦 今天我喝苦瓜吃 喝了过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那个恶心的感觉 今天你吃一片穿心脸的叶子 我可以跟你担保 你到了晚上你吃晚餐了 你都还可以感觉得到那个穿心脸的苦味 为什么 它的名字就叫做穿心脸 它的苦味是可以瞬间灭掉你的心火的 我们身体大部分 从西医来讲 身体大部分的热能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心脏那边来的 心脏把你的血加温了过后 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中医就是讲心火 心火跟肾水的循环 让你的身体可以保持那个温度 所以这里的穿心脸 就代表它可以含到把你的心火压制下去 那人家为什么没知道这么含它还要吃呢 很简单 人家讲说 哎呀现在发热气 COVID-19的期间不要发热气 发热气不好 所以早上喝点罗汉果 然后下午喝点玉米水 然后再包点凉茶来喝 喝点犀牛水 然后现在有那个穿心脸更好 因为我的血太热了 一定要吃这些东西的 我没有办法的 很多人的想法就在于这边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只要我感觉很热 我再发热气 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要用寒凉的药把我压下去 不然的话 等到爆发了就太迟了 很多人的idea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觉得 你的热气一定是从食物那边来的 他们觉得 是不是最近吃太多的榴莲啊 吃太多的红毛丹啊 没有吃山竹 没有喝盐水啊 吃了很多热性的食物 很煎炸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每次看到小孩子发热气 我都叫你不要吃这么多煎炸了咯 妈妈我都没有吃煎炸的食物啊 为什么还会这样子 人的想法就在于这边 一定是因为 你会从你的外面吃到不对的东西 导致你有火气跟热气 所以你一定要吃寒性的东西把它压下去 可是今天我跟你讲另外一个idea 热气 身体也会制造出来的 我叫做身体也会制制所谓的火气跟热气的 怎样咧? 怎样开始咧? 没有那么的简单 是从湿气开始 当一个人的湿气越重 他自己就会增生更多的热气或者火气 所以今天人的问题 其实在于湿气 不在于热气跟火气 我来打个比方 像中医 像中国他们最近 应该是去年 他就有认可了3到5种胶囊 讲说可以帮助COVID-19的 不是讲说我建议不建议 问题在于你怎样买得到正宗的 中药的问题就在于你很难辨认是真是假 就只是那几个plastic bag 几个纸几个药粉 你都不懂里面的药粉是什么东西 很危险 你看它里面的主要成分 我们讲说莲花的这个花 不是Lotus那个莲花 这个莲是一个草药 花是一个草药 这里的花就是所谓的金银花 金银花如果你有吃过的时候 是有点甘甜的味道的 你闻一下去 有点像Jasmine的味道 哇很香的哦 甘入皮 甘啊 甘甜的甘是入皮 所以有金银花的成分 它会帮助你的脾胃 增加它的韵化的功能 把湿气韵化出去 鱼心草 我很喜欢的鱼心草 鱼心草你吃的话 它会有点微辣的程度的 为什么叫鱼心草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行为很重 鱼心草你吃的时候 会有点微辣的感觉的 而辛辣是入我们的肺井的 意思就代表鱼心草是帮助我们的肺 做宣洩 宣发 把热气重飞 通过呼吸 通过皮肤 把那个湿气跟它 跟它排泄出来的 所以金银花跟鱼心草 身为当中主要的成分 就代表了他们的药 不是给你降火用的 它是给你除湿 然后降火 除湿才是重点 所以从这边你就看得到了 我们的人今天的问题在于湿气 我来给你打个比方 今天我们去晒衣服 我们晒衣服 有大太阳晒衣服 衣服一下子就干了 对吗 可是如果你是在室内晒衣服的话 打个比方你在室内 这个完全不通风 甚至可能有一点细风 然后全部是封闭的 全部是玻璃窗 你的衣服晒得干嘛 我跟你打个比方 像以前小的时候 要赚外快零用钱 就跟爸爸妈妈讲 我帮你洗车 然后跟你讲多少钱 这个是不好的 可是有一天 我早上洗了东西 然后我要去朋友家 一回来的时候 找不到那个布 哦 那个布在爸爸的车上 我一开我爸爸的车门 一拿那个布 哇 那个布洗白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 当你的室内有太多的湿气的时候 你的水 它挥发不到的 你的衣服里面的水分 它挥发不上来 因为它的附近太多湿气了 那个水分太过饱和了 那个水分蒸发不上来 所以很多的水 你的衣服没有那么干 衣服的水就一直在吸收热能 这个水在太阳底下变久了 就变成烧水了 当你一冻到这个衣服 是不是很烫 这个就是一个 logic 所以问题不在于 这个衣服是烧还是不烧 问题在于这些湿气 如果你是在室外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啊 我要跟你们分享 三个中医的语句 是我觉得我常用到的 第一 是施足气机 一个人的施气 会阻碍你的气血运行的机能 当你的气血的运行机能 受到阻塞的时候 它会躲在一个地方 气有余则生火 躲在一个地方 它会变成开始有点小火花了 开始有点热了 火欲而化热 当你的这个火 小火的时候没有这么大问题 中火大火 那火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你的那个热气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热气 你今天感觉到的热气 人家要你消掉的热气 其实是因为你的湿气太重而导致的 不是因为它的火大 问题在于湿气 我们真要去解决湿气 我来再跟大家打一个比方 如果讲说今天你是穿新链 它没有什么后遗症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是不会阻止你的 你跟我去吃 反正吃不好的话 也不会伤害到自己 可是吃穿新链 吃太多 它会影响到你的 我来跟你讲为什么 今天打个比方 我是眼瞎的 我就去摸那个衣服 哇 那个衣服很烧哦 所以我的大部分人 第一个想法就是 一定是有火在那边 所以我的衣服才这么的少 对吗 他们没有想到 也可能是因为你的湿气太多 当你的太阳底下晒不干的时候 里面的水分 摄取太多的太阳能 变成烧掉那个衣服 人家不知道 人家只知道 只要吃烧的一定是火气太旺 就好像我们的人讲 只要我发热气一定是火气太多 我就要吃很多的寒性食物 对不对啊 当你吃了很多的寒性食物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没有错 你吃了很多煎炸的酥 喝点加多包 凉茶 你是觉得很舒服 你吃很多的麻辣香菇 你喝点凉茶 是没有错 可是今天我们的火气不是那样来的哦 今天我们的火气是湿热导致的哦 所以你一直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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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干的了吗 永远干不了 你的衣服是因为湿气太多 吸收了太多的太阳能变热 你自以为是火太大 一直浇水一直浇水 你的衣服就越来越湿 当你的衣服越来越湿的时候 你的衣服就会皱掉咯 那个衣服就会膨胀咯 你的水肿就出来了咯 所以终于有一句话 叫做寒而化湿 其实叫寒而化湿 打个比方 今天你的寒气进入你的身体里面了 通常我们会把它排出来 可是当这个寒气累积你的身体 累积太久的时候 你就变成湿气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 你们的班子手 你们的妈妈手 是因为长期洗衣 洗完洗了过后 你没有把手擦干净 这些寒气进入到体内了 你没有办法把它排出来 就变成你的风势关节炎咯 寒而转食 今天你可以吃穿心脸 吃很多的凉茶 很多的药材 吃凉没有问题 可是两个月过后 你再慢慢发现 为什么我随便转一下 我的腰就闪到了 我拿一个东西 我就感觉我的筋拉到了 你一定会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寒而转食 所以我希望今天给你们一个 idea 问题在于食器 Covid-19你要防的话 尽量把自己的食器排出去 身体舒服了 免疫能力自然会增加的 那要怎样去去掉你的食器呢? 明天我来教你们 食物也可以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们运动方面 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除掉食器 明天我们讲 那 食器人家都是讲说我们的脾胀跟肺脏 其实如果你要有一个很健康的人生 要优雅的老去 重要的是你的五脏六腑 全部都要在他的最好的状态下面 让他的气血循环的越快 不管是心脏、脾胀、小肠、大肠、肺 都好 那个是最好的 那要怎样办? 从西医的角度 我们要增加肝脂肪 从中医的角度 我们要增加自己的气血的循环 那当你的每一个五脏六腑 都有足够的肝脂肪可以更新 变成更新的更年轻的器官的时候 你的气血 不管是从喧发来讲 制造来讲也会变得更好 那要从哪里开始? 不需要吃不需要喝 大部分的人脾胀太惨 你消耗不到的 先从X39开始 X39只是一个贴片 贴在你的颈项后面 它会通过光疗的作用 起低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增加肝脂肪 OK 信不信 你一定要尝试 OK 那X39它的价钱 我个人觉得是很便宜 530块钱 第一个月 如果你用不好的话 全权退还给你 OK 没有问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产品 有意识的话 你觉得景隆讲得对 我觉得我喝了很多的凉茶 好像越喝越弱 越喝 感觉越喝 睡眠越来越差 越喝越来越怕冷的话 你要换另外一个方式 X39是你下一个点 OK 那你可以联络我的助理 荣荣 或者是联络我的助理 Grace 016-402-5803 对 017-615-7660 我的Grace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来教你讲排施器 拜拜